我发现我老婆可能出轨了 就在刚刚 我手机上收到了一条 来自一家成人用品店的推广短信 是个网店 可问题是我和老婆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的网购账号对老婆是完全透明的 有时候她的网上钱包里没钱 也会拿我的账号去买东西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她忘了切账号了 可在账号后台 我却并没有看到相关的订单 最后我在订单的回收站里 发现了一个半个月前的购买记录 虽然订单被立即取消 但还是留下了痕迹 如果是光明正大的买 何必要心虚地删除订单呢 更重要的是 两周前我回家时 并没有发现这些东西的迹象 毕竟我根本用不上 是的 我不行 所以我和妻子一直是无性婚姻 但关于这一点 我也是在婚后才知道的 婚前我始终恪守礼数 从不越界 结果到了洞房页 才发现这个问题 我看了很多所谓的专家 也试了不少方法 没用 就是不行 我一度痛苦到 想和妻子离婚 不愿意耽误她 是妻子 握着我的手给我鼓励 没事 我和你在一起 又不是图这个 只要我们可以在一起就好了 因为我的问题 我们甚至没办法 以正常的方式孕育孩子 只能让妻子去做人工事馆 前前后后遭了不少罪 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我实在是 不忍心看妻子受苦 主动提出放弃要孩子的想法 就这样吧 我们两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好 我们结婚四五年都没有孩子 周遭不是没有质疑声 对此 妻子一律都说是她的问题 我常年在外地做项目 这些闲言碎语道 也不常听见 只是委屈了 留在老家的妻子和母亲 尤其是妻子 远嫁来我这边 却要承受这些 我有想过 带着妻子一起去项目那边生活 到时候租个房子 过日子还是不错的 但妻子拒绝了 我走了妈怎么办 妈那么大年纪 又是一个人在家里 我在这边还能帮忙照看着点呢 没事 你去吧 有空多回来看看就好 闺女 委屈你了 母亲对妻子是一百个满意 甚至比我还觉得 对不起妻子 这些年 家里要不是有妻子操持着 我也没办法全身心地 在外地努力赚钱 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 如果妻子真的找到了 那个队的人 我可能 会祝福吧 到底是我对不住她 我决定临时回趟家 和妻子聊聊 如果她真的在外面有人 就不适合再继续和我 保持婚姻关系了 哪怕我理解她 也没办法忍受 自己头上是绿的 我会给她一笔 不菲的离婚费 保证让她下半辈子 可以无忧无虑 但我没想到 我会那么快 就抓到了现场 一进门 我便看见了随意散落在客厅沙发上的男士衬衣与裤子 显然 不是我的 我抬头看向二楼 主卧房门紧闭 心里生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我缓缓朝楼上走去 还未到门口 便听到里面隐约传来 一阵阵交传与说话声 尽管 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理智还是瞬间消失殆尽 我冲上去 将手放在门把手上 正要开门 却还是在最后一刻 又颤抖着将手收了回来 不行 我不能这个时候进去 进去以后 该怎么办 我默默退了出来 将大门重新关上 假装自己没有来过 亮呛着来到了边上的安全楼梯 在角落里摊坐了好久 我才终于回过神 给妻子发了条微信 我回来了 预计四点到家 我没有离开 我想看看 那个让妻子带回家的男人 到底长什么样 半小时候 我听到门口传来动静 怎么是他 我悄悄探头 看向慌里慌张从里面出来 连衣服都没穿整齐的男人 不可能啊 我一度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可是男人的脸 我是怎么都不可能认错的 我又在安全楼梯处 等了一个小时 再也没有人出来 我不得不接受 刚才在我和妻子的卧室里 与妻子乱缝颠倒的男人 很可能就是我的大舅子 妻子的亲哥哥 夏思远 其实我一直都不喜欢夏思远 因为我和妻子每次吵架 几乎都是因为他 夏思远是在我和妻子 婚后半年来我们这边发展的 听说是在老家做得不开心 妻子便让他过来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我想着工作可以慢慢找 住的地方得先找好 却被妻子劝阻了 找什么房子呀 咱家不就有空房间吗 反正你又不常在家里 我哥和我住一块正好有个照应 还能省点房租 话是没错 但我并不喜欢家里有外人住着 就连我的母亲也没和我们住一块 但妻子坚持 我也只能答应 谁让我平时不在家呢 夏思远搬进来的时候 我人在外地的项目上 还是和妻子打电话问起 才知道的 这多少让我有点不舒服 更让我不舒服的是 在我和妻子视频的时候 我看到夏思远直接穿着条短裤 门也不敲就进来 问妻子找了什么东西 而妻子在卧室里 就穿着条吊带睡衣 就算是兄妹 也应该住一下分寸吧 这让我对夏思远 下意识有些不喜 直到我回家休息 住了几天 才发现 妻子与大舅子的关系 似乎有些过于亲密了 吃饭的时候 可以旁若无人地 用对方的碗筷 甚至自己吃了一半的东西 也能顺手塞进对方嘴里 完全看不出一点嫌弃 晚上洗过澡以后 妻子会直接穿着睡衣 到大舅子的房间 去拉着她一起打游戏 有一次因为太晚没回来 我去找她 正好看到 她靠在大舅子的身上 嘻嘻哈哈 知道的 以为他们是兄妹 不知道的 还以为 他们是一对小情人 我不知道别的兄妹 或者姐弟是不是这样 但至少 我看着很不舒服 小兰 虽然你和思远是兄妹 但男女有别 还是稍微注意点吧 我实在看不下去 找机会委婉地 和妻子提醒了两句 话刚说完 妻子就直接炸了 良逼你是不是有毛病 自己思想龌龊 看什么都龌龊 我和我哥从小到大 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爸知道 我妈也知道 你是不是就是 看不惯我哥住家里 我就知道 你嘴上说着不介意 心里一直在想 招法赶我哥走 那是我哥 我告诉你 除非我死 不然你别想动他 我没想到 妻子会这么激动 连忙安抚道歉 你别激动 我没别的意思 是我不好 我家里就我一个 我不懂这个 就是单纯觉得不太合适 你别生气 我对思远住咱家 也没意见 对不起对不起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夏思远在妻子心目中的地位 很高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远胜于我 也是 毕竟是亲哥哥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提醒过 之后的几天 我在家倒是没有再看见 两人过于亲密的画面了 而夏思远也终于去上班了 他的工作 是我托朋友介绍的 一个月六七千 如果做得好 算上绩效 一个月一两万 也不是没可能 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 这已经算是高薪了 然而他才做了一个月 我便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你那个大舅子什么情况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人都找不到 给他安排点活 拖拖拉拉也就算了 让他陪客户去吃个饭 好家伙 直接给客户甩脸子 差点把单子搞黄 你知道吗 那是我们的老客户 我这是给你面子 才让他去的 这等于是 送到他手上的单子 老梁 你可差点把我给坑惨了 这人 我是绝对不能再继续用了 是是是 对不起对不起 老齐 等我回来 请你吃饭赔罪 挂了电话 我长叹一口气 太尴尬了 得亏老齐 是我认识多年的发小 要是换了别人 估计都要成仇人了 其实在给大舅子 介绍工作的时候 我就很头疼 他研究生的学历是够了 工作履历却有点尴尬 毕业到现在三四年了 都没正经工作过多久 偏偏要求还提了一堆 要不是老齐纳正好缺人 我又拍着胸脯打包票 这工作也轮不到他 这次可把我坑惨了 我把这是告诉妻子 想着让他去和大舅子沟通下 放低点要求 脚踏实地 然后妻子又炸了 凭什么让我哥放低要求 我哥以前再差也是个管理 你看你介绍的这叫什么工作 每天就让我哥打杂 还有那个什么客户 我哥说了他只是针对客户的业务 提出点意见 对方却狗眼看人低 不把他当回事 你那什么朋友 根本就没打算好好用我哥 我哥还不稀罕做呢 什么破公司 电话里妻子的话越来越难听 我终于忍不住第一次大声喝住了他 小兰 那是我发小 老齐 你见过的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他 老齐是你兄弟 我还是你老婆呢 你为了个外人居然吼我 妻子刺耳的哭喊声 想撤我的耳膜 我哥一个人来这边 能依靠的只有我这个妹妹 是我没用 帮不了他 还要被你看不起 我没有看不起你 两回事 我的意思是 我无奈地解释着 但是妻子根本不给我机会 我哥来的时候 你明明答应过我会照顾他 这就是你的照顾 让他被人欺负受委屈 我们家在你心里 原来还没你兄弟重要 良斌 你对得起我吗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被妻子在电话里 骂了一个小时 应该庆幸的是 我人不在家里 否则怕是连家门都进不去 最后这场风波 还是以我道歉结束 并且承诺了妻子 会给大舅子 再找一个靠谱的工作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 给夏思远介绍了好几份工作 都被他嫌弃地推掉了 这也导致我每次回家 夏思远对我的态度 越来越冷淡 到后面直接把我当成透明人 连招呼都不打 对于大舅子给我甩脸子的行为 妻子也假装没看见 还时不时帮着赐我两句 你到底在搞什么呀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很心累 我算是发现了 只要是他哥的事 妻子就是无原则的偏棒 所以当夏思远 突然拉着我热情的寒暄 我就知道 又要出幺蛾子了 果然 他说 宾哥 我想过了 与其给人打工 不如自己做老板 我准备开个投资理财的工作室 你能不能支持支持 我皱眉听完了 他东拉西扯的吹嘘 第一反应就是不靠谱 要是真给钱 绝对是有去无回 思远 创业不是那么简单的 再说 咱们这小地方 人真要理财 也是喜欢去银行 你这 要不还是考虑清楚 找个稳当点的工作 好好干吧 等积累了经验 如果真的想自己做 我一定支持 得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也看不起我是吧 小岚说的没错 你现在就是有两个臭钱 就把自己当回事了 剑说了那么多 我还是一副 油颜不尽的样子 夏思远当下就火了 直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 开始破口大骂 我没有看不起你 就是因为小岚一直在为了你的事操心 你就不能让他省点心吗 这么大个人了 每天不务正业 你觉得合适吗 提到妻子 我也火了 自从大舅子来到我家 回回吵架 都是为了他的事 要不是看在妻子的面子 他早被我赶出去了 梁彬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哥 身后传来妻子愤怒的尖叫声 我心里咯噔一声 完了 我就是因为知道妻子不在家 才会当着大舅子的面说这些话 没想到正好被听了正着 妻子一把丢下手里的购物袋 猛地冲上前 将我推开 挡在大舅子面前 恶狠狠地看向我 我哥会不务正业 还不是因为你不靠谱 你看看 你介绍的那些 都是什么破工作 现在我哥想自己做点事 你还泼他冷水 你不就是不想给钱吗 哥 你放心 他不给我给 我有钱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我一定支持你 和我呛完 妻子又柔声地 对大舅子安慰了两句 我看着站在妻子背后 对我几眉弄眼嘲讽的夏思远 气得恨不得上前抽他两巴掌 我就知道 还是我的小兰最好 不像某些人 真不像个男人 在夏思远支出这句话以后 我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 终于断了 直接冲上去 狠狠打了他一拳 你再说一次 你再说一次 我说你不是男人 我们小兰嫁给你 跟守活寡有什么区别 夏思远的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但还是哽着脖子继续和我对呛 哥你别说了 身后是妻子慌乱的尖叫声 这一次 她没有再替他哥说话了 如果不是后来 妻子抱着我让夏思远赶紧走 我怀疑那天我真的会把他打死 小兰 我早就说过 如果你真的介意 我可以离婚 让你去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该分你的钱 我也不会少你 我不傻 从夏思远的态度就能看出 他背后指不定再怎么笑我 偏偏他说的又没错 妻子跟着我 不就是守活寡吗 你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再怨我不该和家里说 可我能怎么办 你知道在我们家那边 女的要是不能生孩子 是会被嫌弃死的 他们也是担心我呀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告诉他们啊 妻子正在给我的伤口擦药 一听这话 美好气地将手里的棉花球 丢到了我身上 委屈地哭了起来 梁冰 你问问自己的良心 我这些年为你们家付出还不够吗 外面的人怎么说我的 你真以为我不介意吗 我哥他就是嘴巴直了点 人不坏 你现在就因为这怨我 是 我没上班 没收入 你大老板 现在赚了钱 看不起我们这种 从穷山沟里出来的了 我不就是想帮帮我哥吗 我嫁得这么远 以后家里爸妈 不还是要靠他照顾吗 有错吗 因为大舅子的事 我对妻子要说没有意见 那是不可能的 可听到妻子这些话 我当下就有些羞愧 夏思远是夏思远 妻子是妻子 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不应该把对夏思远的情绪 发泄到妻子身上 对不起小兰 是我不对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我能有今天 离不开你的付出 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你别生气了 是我不好 只要你不嫌弃我 我这辈子认定你了 尽管我再三道歉 妻子还是没办法接受 甚至直接收拾了个行李箱 搬了出去 说是想要冷静一段时间 母亲知道这是以后 直接上门把我训了一顿 你呀 小兰要帮她搁你就帮呀 咱家现在又不差那钱 非要和她争 她搁好了 小兰才能好 懂吗 还不快去把人给哄回来 最后 这事还是母亲 拉着我亲自上门 去给妻子道歉认错 才算翻篇 小兰 你放心 你哥的事就是彬子的事 这事就是彬子不对 你别气 别和她见识 以后她再欺负你就告诉妈 妈给你出气 哼 我可是看在妈的面子上 才算了的 以后你要再这么对我 我就直接回娘家 至于大舅子的创业计划 我自然也是按照妻子的意思 借给了对方五十万 说是借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这钱大概率是回不来了 好在夏思远拿到钱以后 倒是消停了不少 大概是上次和我闹得太僵 也不好意思在我家住着了 她找了个借口 去外面租房子住了 看在妻子的面子上 我愿意与对方维持面上的和平 就像母亲说的那样 大舅子好过了 我们家才好过 夏思远搬出去后 妻子便开始隔三差五 就去对方家里送东西 或是收拾收拾家务 偶尔还会把人喊来家里吃饭 对此 我早就习以为常 回家的时候 在家里看到夏思远 也毫不意外 毕竟妻子 在对待自己哥哥这件事上 永远都是双标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他们的关系会不正常 直到今天 我在卧室门口 听到了现场 在外面平复好情绪后 我洋装什么都没发现 回到了家里 果然 卧室早就收拾得干干净净 哪里还看得出两小时之前 这里还发生过一场情事 小兰 我看思远年纪也不小了 不考虑谈个对象吗 以后是准备在这边定居 还是要回去 需不需要我给她介绍介绍 吃饭的间隙 我像往常一样和妻子 聊了聊项目上的事情 然后貌似无意地提了几句 关于夏思远的终身大事 毕竟我的大舅子 今年已经28岁了 身边却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有什么好介绍的 这里的女人配得上我哥吗 我哥要求高着呢 你就别操心了 妻子美好气得白了我一眼 嫌弃我多管闲事 妻子的反应 加上我下午看到听到的画面 不得不让我想太多 我以前只当她是身受老家 重男轻女思想的荼毒 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那么单纯 我还是不愿意相信 妻子会和自己的亲哥哥 做出这种事 会不会是有另外的亲人 大舅子只是帮忙打掩护 会不会是我刚才走得太早 没注意到里面还有人没出来 这次回家 本就是为了和妻子确认 关于婚外情的事 但现在这个情况 显然是超纲了 项目上还有许多工作 等着我去处理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和妻子沟通 只能先回去冷静一下 临行前 我在家里悄悄撞了一个摄像头 希望只是我多心了 但没等我回去两天 便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梁斌 妈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现在在医院抢救 怎么办呀 等我买了最快的机票 赶到老家的医院时 母亲已经在重症监护室里躺着了 妻子正两眼通红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 看到我出现 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随即就扑了过来 嚎啕大哭 都怪我 我不知道妈会过来送东西 下午就出门去了 等我回来 看到楼下停了救护车 才知道是妈出事了 哎呀 这是意外 谁也不想的 你可千万别怪小兰 她从昨天到现在 一直没合眼 跑上跑下的 水都没喝几口 我这才注意到 经常和母亲一起跳舞的李阿姨也在边上 原来昨天最先发现 母亲出事的是李阿姨 两人约好了晚上一起跳舞 结果李阿姨在小区门口 等了半天也不见人 打电话也没人接 一着急就进去找人了 正好看见大门敞开 母亲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样子 吓得连忙喊了救护车 要是再晚一步 那就真就不回来了 谢谢 谢谢你 李阿姨 送走李阿姨后 我看到妻子 正在和从病房里出来的主治医生交流 连忙上前问起了母亲的情况 听医生的意思 生命危险是没有了 但是目前依旧昏迷不醒 未来很有可能会瘫痪 一切都是未知 听到这 妻子又哇地哭了起来 都怪我 都怪我 没事的 小兰 这是意外 不是你的错 妈会好的 你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 回家休息一下 这里有我在 看到妻子自责的样子 在想到刚才李阿姨说的话 我瞬间心软了 无论如何 作为儿媳妇 她是合格的 不了 我吃不下 要不你回家帮我收拾几件衣服吧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都带过来 我这几天就睡医院了 妻子摇了摇头 面容憔悴 我回到家着急忙慌地收拾好东西 准备回医院 去和妻子交接 路过摄像头的时候 我不自觉停住了脚步 要看吗 妻子正在医院里 为母亲伤心难过 我却在这边调查她出轨 我鬼使神差地掏出手机 将软件与摄像头连上 就这一次 让我确认完 不管是真是假 我都当作不知道 只要小兰不提 我们就还是一家人 摄像头的自动检测功能 直接将监控记录画面 跳到了昨天 因为昨天家里出现了陌生人 预料之中 那个人是夏思远 画面里 妻子热情地扑了上去 轻易地抱着对方撒娇 你最近怎么都不过来了呀 喊了你几次了 我这不是怕你老公 又像前两天那样 临时回来搞突击吗 要是被发现 咱俩都得玩玩 怕什么 你是我哥 他还能往哪里想 哪有哪个哥哥 会和妹妹做这种事 夏思远笑嘻嘻地 突然一把将妻子抱起 往卧室走去 看到这一幕 我心如死灰 不对 我看了看时间 这不是昨天母亲 在我家摔下楼的时间吗 妻子明明就在家 为什么会说不在 当两人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 已经是两小时以后 我的好小兰 能不能再给哥哥点钱 最近资金周转不零 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我不是刚给你转了二十万吗 怎么又没了 你收连点 两宾虽然从不查我账 但指不定哪天脑子发昏问起 你让我怎么解释 怕什么 他不是被你抓得死死的吗 委屈你了 为了我跟了这么个废物 知道我委屈就对我好点 你要是敢对不起我 我要你好看 我捏着手机 看着画面里的妻子 陌生的仿佛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小兰是母亲的声音 我猛地起身 死死盯住监控画面 只见母亲正站在楼梯口 不敢置信地 看着抱在一起的妻子 与下思远 显然 两人刚才的对话 母亲听得清清楚楚 妈 那个 你听我解释 彬子知道吗 你不要和我解释 你去和彬子说去 隔着屏幕 我都能感受到母亲的愤怒 妻子慌乱地 上前想拉着母亲解释 夏思远在后面一起帮忙 啊 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 因为这场混乱的推拉 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怎么办 哥 他不会死了吧 我 我叫个救护车 妻子颤抖地掏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 却被夏思远一把按住 不行 打电话我们的事就瞒不住了 我们还怎么从良宾的拿钱 夏思远看了眼躺在地上 生死不明的老太太 很狠道 我们马上走 假装不在家 你等一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 到时候就说你出去逛街了 不知道老太婆今天来 记得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哥 我怕 万一被发现 我们就完了 妻子被夏思远 拉着往门口走去 经过躺在地上的母亲 忍不住哆嗦 怕什么 又不是我们推她下去的 只是意外 你记住我说的 千万不要慌 画面里 两人因为慌不择路 连大门都没关 就跑了出去 半小时后 李阿姨出现在了家门口 夏小兰 夏思远 你们怎么敢 怎么敢 我愤怒地 看着监控画面里发生的一切 却无能为力 如果不是因为李阿姨 恰好找上来 我的母亲 岂不是要活生生地 被扔在那边等死 想到始作俑者还在医院里看护母亲 我被我感到一阵后怕 连忙赶回医院 绝对不能让夏小兰和母亲单独在一起 到了医院门口 我却突然冷静了下来 我现在上去找她对质 有什么用 母亲能醒过来吗 他们兄妹俩 这些年对我们家的欺骗 就可以一笔勾销吗 夏小兰 夏思远 我一定要让你们得到报应 我借口怕妻子辛苦 专门请了两个护工 24小时轮流照顾母亲 大概是因为母亲始终昏迷不行 妻子装了几天样子以后 也渐渐放心 不再每天跑医院伺候了 至于夏思远 我从回来到现在 就没见过她的面 倒是朋友老齐 来医院看过母亲好几次 还时不时打电话安慰我来着 说是要给我介绍好点的医院和医生 到底是从小到大的兄弟 老齐很快便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我终于忍不住和老齐 诉起了连日来的憋屈与愤闷 我真的不明白 她出轨就算了 毕竟是我对不住她 可是我妈对她那么好 她怎么忍心见死不救 我早就说过 如果受不了 可以提离婚 该给的好处我一分钱都不会少 她和她哥 整整骗了我五年啊 你傻呀 离了哪里再去找一个 你这么大方的长期饭票 老齐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还有 你确定你老婆和你大舅子 真的是 不会是借着兄妹名义乱来吧 这还能有假 我跟小兰回她娘家一起吃过饭 我看她爸妈的样子挺自然的呀 泽泽 格局小了吧 等着 兄弟我给你去查 这俩人在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就不信 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老齐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 可能是觉得我实在是太惨了 她拍着胸脯和我打包票 一定查得清清楚楚 果然 没几天 老齐就又联系了我 老梁 你老婆家这关系 可真够乱的 谁很深啊 一见面 老齐看我的眼神 更加微妙了 你就直接说吧 我现在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我让老齐别再卖关子 我都能接受自己老婆和亲哥哥的不正当关系了 还有什么能打击到我的 原来老齐手底下 有好几个门面租了出去 其中一家被租去开了美容院 美容院的老板正好和夏小兰是一个高中的校友 因为这层关系 妻子经常会去那边坐脸 老齐直接给人免了半年的租金 打听夏小兰的事 这不 直接就问出来了 妻子和夏思远 还真不是亲兄妹 而是从小被抱到夏家的同养媳 顾名思义 原本等她到了法定年龄 是要嫁给夏思远的 那地方实在太穷 很多人都养不起孩子 或是讨不到媳妇 就会以这种方式交换 夏思远家在村里条件不算最差的 至少还供儿子上了大学 至于夏小兰 高中毕业 就跟着去了夏思远读大学的城市打工赚钱 还读了个非全日志的成人大专 准备等夏思远毕业就结婚 要是他们俩一直这么踏踏实实过下去 倒也不错 偏偏夏思远是个好高骛远的 已毕业 她就拿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想要去创业 结果赔得血本无归 还因为借高利贷 欠了一屁股债 哎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边碰到小兰 看她日子过得还挺好的 老夏家居然会放她出来 我还以为她这辈子都会被绑着 一起赚钱还债了呢 美容院的老板已经好几年没回过老家了 所以不知道夏小兰和夏家的关系并没有断 还和老齐唏嘘她命好 我突然想起我和妻子的相识经过 当年我也只是项目上的一名普通小职员 有幸被当时的领导赏识 带着参加了不少饭局 夏小兰是合作方的人 一上来就被灌了四五杯的白酒 我不忍心 帮着喝了几杯 引起众人的哄闹 饭局结束后 合作方还特意把人塞到了我的车上 这种事其实屡见不鲜 我本想推剧 但看到夏小兰祈求的眼神 还是心软地接受了 从我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知道她是来干嘛的 我当然没有碰她 把她送到家后 就一个人回家了 还叮嘱她 以后这种饭局就不要来了 重新去找份稳当的工作 没想到那次之后 我就被她缠上了 她隔三差五会给我做点 吃的送过来 得着我出差 就会发消息 提醒我注意天气变化 说真的 我长那么大 从来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生 对我嘘寒问暖过 所以三个月后 我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带妻子出去旅游 她明显是想要和我发生点什么 但我这个人比较保守 认为这样对女方不公平 就拒绝了 现在想来 她当初就是想把我彻底绑死吧 年底的时候 我跟着妻子去了她的老家见父母 对方一见面就提了结婚的事 说妻子的年纪在老家已经是个老姑娘了 要求我尽快负责 还开了三十万的彩礼 说真的 我当时是很不舒服的 我也只是个拿工资的 三十万 可以说是把我的全部积蓄都掏空了 我和妻子说 再给我两年时间 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 没想到妻子直接哭着告诉我 她等不住两年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饭局有问题吗 我爸给人做担保 欠了三十万 要是拿不出钱 就要被抓进去坐牢了 两年 哪里还有两年的时间 如果你这边不给钱 他们就准备把我嫁给拿得出钱的男人 太过分了 他们还把你当女儿吗 这和买卖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当时的原话 嗯 很天真 特别傻 最后我还是东拼西凑 凑了三十万的彩礼 交给了妻子的父母 我和妻子也终于顺利领证结婚 因为妻子的关系 我虽然不喜欢岳父岳母的坐牌 但给他们的生活费还是很大方的 还在赚钱以后 给他们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 又给盘了个小店 让二老可以有点银声做作 感情从头到尾 我就是个笑话 这些年 他们家吃我的 用我的 花着我的钱 还给我戴绿帽子 我成了他们全家的提款机 还是心甘情愿的那种 唉 老梁你 老齐拍了拍我的肩膀 面上的同情之色比之前更甚 老齐 能不能帮我找个靠谱的私家侦探 给我全天盯着夏思远 我不信他外面没有别的女人 夏思远这么自私自利的人 怎么可能对妻子会有真感情 说到底 不过是看他 可以往家里拿钱 才会一直哄着他 果然 半个月后 我收到私家侦探发来的消息 夏思远在市区 有个女朋友 隔三差五就跑去市区约会 看样子 交往有一段时间了 难怪一直没被人发现 看来她也是怕被夏小兰知道 收不了场 你好 是胡小姐吗 根据侦探提供的消息 我直接开车到市区 找到了和夏思远交往的女生 她是市区本地人 大学本科学历 工作稳定 父母都是退休职工 名下有房有车 看到这些信息 我就知道夏思远的目的了 这是准备找个傻白田坐享其成呢 可我又怎么会让她如愿 梁先生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我相信思远 倒是你 这么贸然找到我 和我说 这些有的没的 到底有什么目的 胡小姐并不相信我说的话 但我看她只是口头警告 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动作 就知道 她多少还是听进去了 那希望你看完这些 还能保持对夏思远的信任 我将手机递给胡小姐 里面是我从摄像头里拷贝下来的 夏思远和妻子私婚的视频 怕对方不信 我还拿出了我和妻子的结婚证 夏思远 过了好一会儿 胡小姐才咬牙切齿地放下手机 随即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你希望我怎么做 胡小姐告诉我 她已经带夏思远回家见过父母了 对方在他们一家人面前还是很会做人的 加上她出手又大方 长得也是人母狗样的 哪里能看出骨子里是这么个东西 麻烦胡小姐到说配合我就行了 如果夏思远那边有什么动静 也请及时告诉我 我苦笑着说道 回到家 妻子正在收拾房间 我花了大力气 克制住自己的愤怒 微笑着走了过去 小兰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周末我们去市区的商场逛逛吧 你看你喜欢什么就买 费那钱干嘛 我东西够用了 你还不如直接给我现金 我还能替你存着 妻子愣了下 随即表示拒绝 不愿意出门 如果是之前 我只会感动妻子的体贴与贤惠 现在才知道 之前真是太蠢了 我打给她的钱 估计全进了夏思远的口袋吧 去吧 最近家里发生了太多事 正好出去散散心 你老公有钱 放心吧 我当然不能给她拒绝的机会 她不和我一起去市区逛商场 我又怎么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周末 我拎着大包小包 跟在妻子身后 她的心情非常好 就让你在高兴会儿吧 我掏出手机看了眼 借口逛累了 将妻子往商场的甜品店方向引 与此同时 胡小姐也正挽着男友夏思远的手臂 很是轻易地朝这个方向走来 咦 这不是思远吗 什么时候谈女朋友的 都不告诉我们 我洋装无意地发现了不远处的夏思远 只给妻子看 妻子的脸色瞬间煞白 夏思远显然也是看见我们了 立刻转身 准备拉着对象走 夏思远 你混蛋 没想到妻子的动作更快 直接冲上前 对着她就是狠狠一巴掌 场面开始混乱 胡小姐早在妻子冲过来的时候 就悄悄躲到了边上 我们对视了一眼 没有交流 眼看围观路人越来越多 我和胡小姐 才假装从人群里 好不容易挤进来 开始上前劝架 大概是看到了我们 两人的理智才终于回归 草草结束了这场闹剧 但我知道 裂痕一旦产生 将会越来越大 小兰 思远这个年纪 谈对象很正常啊 你刚怎么争生气 回去的路上 我貌似不解地试探了两句 你烦不烦 反正那女的配不上我哥 我看着妻子气冲冲的模样 心底忍不住冷笑 她配不上 你就配得上了吗 等着吧 这只是开始 胡小姐告诉我 妻子真的私下去找她了 还警告她 尽快离开夏思远 切 她以为她谁啊 我按照你说的 直接把这事告诉夏思远了 她俩好像吵得挺凶的 我看到夏思远 直接把你老婆都拉黑了 胡小姐有些疑惑 因为按照我的说法 夏思远还需要靠妻子贴钱 赞助她的事业 又怎么敢直接把关系闹僵 就不怕以后夏小兰那边直接不给钱吗 我没有告诉胡小姐 因为夏思远发财了呀 老奇告诉我 夏思远所谓的工作室早就关门了 还被人带着染上了毒瘾 赌场那些人看出她是头肥羊 每次都是踩着她的底线 让她输钱的 妻子给她的所谓资金 几乎都被她拿去还了赌债 我让老奇的人去提点了她几句 说是手里有资源和人脉 就是没钱 想合伙自己开个小厂子 这不比在别人的厂里赚钱抢 没想到真把夏思远给说动了 她拿着妻子的钱 直接自己搞了个小场地 还真赚了不少 在外面赌得也更凶了 手里有钱 自然就不用再顾忌妻子的感受 这次妻子 在那么多人面前落了她的面子 她本来就不爽 居然还搞得她对象都差点黄了 她对胡小姐还是很满意的 多重因素下 夏思远便直接和夏小兰翻脸了 另一面前 多年感情算个屁 妻子这边因为联系不到夏思远 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差 我总觉得她还有事瞒着我 她生气我能理解 但面对我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害怕和紧张 是怎么回事 甚至还提出想分房睡 说是最近身体不舒服 又说什么心情不好 想和朋友出去旅游半个月 她哪里来的朋友 而且 她现在最焦虑的 难道不应该是夏思远的事吗 我越想越不对劲 晚上趁着妻子睡着 悄悄用指纹解锁了她的手机 点开了她和夏思远的聊天对话框 哦 她怀孕了 孩子肯定不是我的 是夏思远的 我的头顶现在就是一片青青大草原 也难怪她会这么害怕 毕竟我根本就不会有孩子 而她就算要去做人流 也需要几天时间休养 我现在每天都在家里 她能躲到哪里去 夏思远当然也不会负责 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觉得有一丝可笑 我之前大概真的是眼瞎吧 居然会觉得遇到夏小兰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老齐 你的人撤出来了吧 违法的事可千万别占 我给老齐打了个电话 准备收尾 我已经不想再等了 放心吧 我们可是遵纪守法好公民 跟着夏思远的侦探告诉我 她去找夏小兰了 但是夏小兰没理她 两人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 因为夏思远没钱了 最近上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隔三差五就过来检查 要不是风声说得快 估计她现在人都被抓进去了 为了保险起见 夏思远只能把赌场暂时关闭 但她之前和人赌博 又输了一大笔钱还不上 现在天天被人追着要债 怎么办 只能来找夏小兰求助 可妻子早已被夏思远的态度伤到了 此时正在气头上 又哪里会搭理她 小兰 我错了 你不是想和我结婚吗 你先把钱给我 等我把债还了 你就离婚 我带着你回老家 我们把孩子生下来 重新开始 行不 我在妻子的手机里 安装了监控软件 两人的聊天记录 现在正同步到了我的手机里 我看着妻子的态度 从一开始的坚硬到软化 很快就又被夏思远哄得团团转 好在妻子也不傻 要求夏思远必须先和胡小姐分手 并且要当着她的面提才行 否则她一分钱都不会给 我不知道夏思远是怎么做到的 反正几天后 还真让妻子心甘情愿地 又把钱打了过去 我联系过胡小姐 她说夏思远并没有和她提分手 还好端端地在计划 年底见家长谈结婚的事呢 厉害了 怎么只有五万 不够啊 我哪来的钱不都被你拿光了 你到底欠了多少啊 你这怎么也得先给个十万啊 等我和梁斌离婚 他至少会分一半的财产给我 他一直都觉得挺对不起我的 给的钱绝对不会少 等我拿到钱就给你补上 我看着屏幕里的聊天记录 愈发心寒 原来从一开始 妻子就知道我对她的愧疚 并且利用的炉火纯青 梁斌 我们离婚吧 三天后 妻子果然找机会 和我提了离婚 理由现成就有 她想要正常的夫妻生活 我假装悲痛地同意了 但让妻子先等几天 我要去请律师 你的离婚协议 将大半的财产分给她 感谢她这些年的付出 一听到比预计得到的还要多 妻子的眼睛亮了亮 面上还是不显得 表达了对我的歉意 总之 一片祥和 而胡小姐 也在我的要求下 拎着礼盒出场了 小兰姐 真是不好意思 之前思远一直没和我说 你也住这儿 这不 现在才上门来拜访 你可千万别介意呀 我像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热情地 将未来嫂子迎了进来 还特意提醒妻子 去泡壶茶招待客人 你们没分手 妻子愣在了原地 似乎不敢相信 胡小姐会出现在她面前 啊 什么 胡小姐像是没听清楚 妻子说什么似的 害羞地笑了笑 我准备年底 跟思远回家见父母亲戚 商量下明年结婚的事 就是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小兰姐 你可千万要记得提醒我呀 我以为妻子会当场发疯 还特意暗示 胡小姐做了原点 没想到她全程都很安静 只有问到她的时候 才会敷衍地回答两句 见效果已经达到 胡小姐坐了一会儿 便借口有事走了 唉 希望思远成家以后 能稳重点吧 我看胡小姐人挺好的 应该能帮到她 你说是吧 我意味深长地 看向妻子 我不信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我要给爸妈打电话 我要给爸妈打电话 妻子像是才反应过来 完全没有搭理我的话 自顾自地拿起手机 显然是要给家里打电话 我不知道电话 那头岳父岳母 哦 不对 前岳父岳母说了什么 但是看妻子的反应 大概率是承认了胡小姐的事 啊 骗子 骗子 都是骗子 妻子突然发疯似的 将手机砸到地上 崩溃大哭 随即 像是想到了什么 她突然紧紧拽着我的手 老公 我们别离婚了好不好 我错了 我只是一时没想开 可惜 已经晚了 小兰 婚姻不是二戏 我不知道你最近遇到了什么事 但我想你 既然提出了离婚 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真的没必要 因为同情我而勉强 我们离婚后 还是可以做朋友的 我非常温柔 以及坚决地驳回了 妻子撤销离婚的请求 当然 我的话也没说死 只说这段时间 大家在冷静思考下 争取好聚好散 然后 我很自觉地搬了出去 表示会把房子留给对方 可以说是非常体贴了 并且我假装无意地 让人将这件事 传到了夏思远的耳朵里 顺便让那些追着她要债的人 跟得再紧一点 我就不信她不会再去找下小兰 我要看着她们狗咬狗 遭到报应 只是我没想到 报应会来得那么快 夏小兰被夏思远 从楼梯上推了下来 流产了 一声安慰我 孩子还会再有的 夏小兰苏醒后 眼神闪烁 不敢面对我 估计是在想 该用什么借口搪塞我 你哥刚被警察带走了 我满脸悲痛地 看像躺在病床上的夏小兰 孩子是谁的 是不是因为她 你才和我离婚 不 不 老公 你听我解释 我错了 我不想离婚的 我保证 以后安安分分地 和你过日子好不好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 夏小兰是真的慌了 她现在已经和夏思远 彻底撕破了脸 如果再没了我 她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 你让我怎么原谅你 我也是个男人啊 我就像是一个 刚发现 妻子出轨的普通男人 愤怒地在质问妻子 全然不顾病房 内外旁人八卦的目光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是夏小兰对不起我 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不要离婚 你要是坚持离婚 我 我死给你看 夏小兰还是死性不改地 想要威胁我 她以为我会心软 毕竟我之前是真的疼惜她 甚至连她出轨都包容了 我妈已经醒了 还有 我忘了告诉你 我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我低头将嘴巴凑到了夏小兰的耳朵边上 欣赏着对方因为我的话而瞬间放大的瞳孔 你确定 要我说出来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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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夏小兰终于不折腾了 她害怕地将自己裹进被子里 不住地念叨着 对不起 不知道是在和我说 还是在和母亲说 但都不重要了 三天后 我拿着离婚协议书 再次来到病房 为什么我一分钱都没有 夏小兰不敢置信地看向我 似乎是没想到 我真的会做到这么绝 你应该庆幸我妈醒了 否则你现在就不是在这里了 我冷着脸回答了她的问题 夏小兰闭嘴了 不过我可以给你个建议 想到还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夏思远 戏还没结束呢 夏思远不是从你那拿好多钱吗 这钱就当我送你了 你可以去问她要啊 你不知道吧 她那个赌场最近又开了 赚了不少 你可以以受害人的身份去告她 证据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到时候立案调查 会对她的资产作为清算 至于能拿回多少 就看你本事了 不少钱呢 对吧 我将早就收集好的证据 放到夏小兰手里 我知道她一定会去 因为她需要钱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夏小兰紧紧捏着手里的文件袋 似乎还是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哪里漏了线 看在妈的份上 你好自为之吧 如果可以 我是真恨不得 将她和夏思远一起送进去 可惜母亲不让 她已经遭到报应了 离了就算了 至少这些年 她在我面前 还是好的 母亲醒来后 我原本想让母亲 直接作为证人 把两人告进去 却被母亲劝阻了 所以到最后 我也只能借着夏小兰的手 将夏思远送进去 我把母亲接到了 项目这边休养 准备等老家的风波过去了 再把人送回去 免得夏小兰隔三差五 就上门来博取母亲的同情 后面的事 就是老齐告诉我的了 原本夏小兰人没事 夏思远关两天也就出来了 她不想把事做得太绝 就威胁夏思远 给她一笔钱 以后两不相干 没想到夏思远直接找人 要去夏小兰住的地方抢证据 差点没把夏小兰打死 还好老齐的人一直看着 假装路人上去帮忙 才没事 这下 彻底把夏小兰惹毛了 她直接带着证据跑到市区 以受害人的身份 举报夏思远 非法经营赌博场所 夏思远也很快 被利安调查关了进去 这次 没有这么容易可以出来了 胡小姐自然也借着这件事 彻底和夏思远白白了 夏小兰到最后 还是一毛钱都没拿到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听说一开始 她还去老齐那打听我的消息 被老齐一顿嘲讽赶了回去 我得知这件事后 还是让老齐给了她两万块钱 就当是感谢她之前那五年 为我和我妈编织的美梦吧 再然后 我便再也没有夏小兰的消息了 母亲的身体开始渐渐好转 在我这还没住够半年 就嚷着要回老家了 我准备将工作重心 慢慢往老家那个方向转 这样以后就能用时间 常回家看看 至于再找一个 还是算了 别祸害人好姑娘了 要是再来个夏小兰 我可持不住 人这一辈子 可以做的是太多了 没必要拘泥于婚姻爱情上 既然上天没给我这个命 又何必强求 未来总归是会越来越好的 你要不要后来做的经历 不死瘦 不瘦 不死压 不死刘